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还有一个是感染 第五个就是这些药物的可能性因素 所以从这个五个发病机制上讲的话 我们特别去忌讳某些食物不能吃 我觉得通常讲没大必要 根据我的这种观点的话 绝大多数的食物的话 你都可以正常的吃 没关系 特别是民间一些说法 比如说发物 我觉得其实没必要忌讳 你都可以正常的吃 因为它跟紫外线有一关系 所以的话 如果涉及一些光明性的食物的话 少吃就可以了 比如说童蒿 或者一些其他的 比如说芹菜 可能跟光明有关系 但是这种发生率特别特别的低 我想如果你吃了这些食物以后 如果没有特殊的反应 我想以后也不用特别忌讳 没必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